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华信投资长 今天的大盘在跌生之后开始做一个反弹 但是目前在整个苹果链的当然在这一次 销售不如预期 当然,之前大涨的瓶盖股 就是这几天的一个沙盘重新 光电股也是一样 之前嘎封之后 后来呢,成为一个沙多的一个走势 所以市场在前一波比较强势的 就是在瓶盖,对不对 在光水股,一个就是在车用的电池 模组最近的美奇马开始来连续大跌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操作你一定要稳稳地在低档 做布局,你不要去乱追高 追高永远不会让你大赚 如果说9月份 红军我相信我们给各位的股票 最近当然涨都回跌 但是如果你在低档买 其实你也不用怕大盘在震荡 反而在第一波你没赚到的 利用第二波拉回来 赶快重新做一个第二波的布局 在整体的一个走势上,虽然说回跌 但是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 在整体的一个走势上,虽然说回跌 但是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 各位你看到 这一根大量 那回来测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个什么 大的撑 所以这一波你没赚到 那你要利用第二波 我们看的不是在短期 我跟各位讲说 有些股票 这个地方你不要看太短 尤其这种有题材性 包括说在营收呢 开始在做成长 那筹码稳定的股票 这个地方你真的 你要利用第二次 在大盘击杀的时候 赶快做好布局 因为现在大家 在怕说按美国收表 那外资会不会大卖把钱汇回去 我现在外资卖也是非常符合 非常符合在整个 市况 因为美国要收表 十月份 所以外资这个心理 是说那我调解 把一些涨多的把它调解 所以最近很倒霉的 红海就是一路被联酒卖 昨天你看到 卖超低 这红海就跟 苹果链有相关 如果有相关的话 那这个地方说指标 主率都在跌 那其他更不用讲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联手效应 一个联手效应 所以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叫各位 要避开瓶盖股 那光水股 因为光水股 它本来就是一股投机的力量 对不对 那你高完空之后 那势必要杀多啊 像郁金光你看 红军呢 有没有提醒你 有没有提醒你 后来各位 他是不是跌 跌幅呢 像他的身 所以做股票呢 不要呢 才能要追高 你看这一波跌下来 那已经回到前一波的旗帐 虽然这里 他会有反弹 但是我讲过嘛 因为上面的套牢 人比较多 所以呢 你上去 这个地方一定会被打下来 就像之前 一样啊 我当时跟你讲说 反弹你不卖 以后呢 你会很辛苦 至少三个月 投资朋友 你会很辛苦 但是三个月 不一定打底成功啊 所以做股票呢 有时候呢 真的 不要呢 在 整体的一个操作上 然后呢 追高 要不然就要杀低 我喜欢稳稳的做 那 我们照着市场嘛 你看到金店 我就想跟你讲嘛 外资 对不对 他跌了怕四万去怕跌嘛 他现在就怕说 他现在怕说 美国收拼 但是他买这种股票 今天买不对 所以一天买一万买嘛 你自己看 所以我们在家买的 你看都不用惊 啊 你去挖断 再加抹就好了 这趋势往上 又不是叫你去追高嘛 我老师 我没有叫你追高嘛 但是 你地带买到现在 还是会赚啊 还是会赚啊 但是 我们看的不是在短期嘛 因为 MICROLED呢 如果步入商业 商业生产的时候 我讲过 全世界只有两千球为二嘛 一个是欧斯人 一个是晶电嘛 所以晶电是受费的 不是说 你现在你看 我真正知道 大家看 卡到那个 MICROLED的 让你看 大家 我都说不是啦 晶电最受费 你就直接 买受费股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 你们不是说 这个地方 用得滑滑去 那 矽金也当然涨价 最近 在泰安浪 不是每个人才买呢 现在美国要寄 201条款 这 中国代流 第三方面 一定会影响 我们国内 也是相对影响到 但是 有没有受费的 因为 现在开始 有些人会避嫌 避嫌 避嫌 他就会去追 对不对 现在 刚才有两间公司 一间浴金在泰国 这卡不到嘛 一间 新日光 新日光在哪 在外面 所以 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来 洪老师给你们算的高票 这叫做新日光 今天也是大器 这器起来 我早盘 因为洪老师在做研究 那三拨买就拖一下去 你去做其他的股票 不见得会涨 不见得会涨 因为有的受费有的受害 所以有时候做股票 你们真的要懂 真的要懂 那最近呢 你跟我做3552来 这我们就要向他解释 不是说洪老师这些所在 人的股票就要乱七八糟 那我们的股票 公在大器 那你也要 要拿出来 你会再买一支 洪老师的成本 成本 180以下 现在多少 咱们再创新高 今天压回来 两人熟了 两人又熟了 你有看到吗 所以这种股票 你要看 他底部打了之后 突破之后压回来 他就没有 他还是在底部 他就说 这个地方 你第二只脚打回来 不买以后 主胜断你又赚不到 所以呢 说真的 有时候做股票 不可以买买 你看 上星期 提醒你 光学股 有人绕跑 不可以买 你看 义军光热 我上星期我也跟你说 义军光热 你以后 在同时你也要跟着转啊 你转不过来 那你继续报的弱势股 这风险就很大了嘛 所以在资金的转换期 你一定要赶快做好 持股上的调整 如果你不懂的 怎么调整 你打通电话跟我们联络 最近我们推出的 一些的优惠章案 就希望各位跟进来 这个地方就是要再来布局 第四季的资金行情 因为 我们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都是资金行情 看的是个股啦 基手不见得 像去年一样啊 指数不见得大涨啊 但是很多股票 你要看那些长华科 台胜科 历青 对吧 你看大宗啊 先进光都是 两倍一倍 这样贪了 对吧 而 Mong definite 要控制后 1支 Hong老师也一直给你收定 所以你赶快利用呢 优惠状案跟进来 Hong Ging呢 我们呢 要趁这一波拉回来 要做前例的布局 机会 永远留给有准备 准备好 我们呢 赶快 趁这一波 其三 赶快来买满 第四季来到大座 明天同学再会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